大家好,我是阿杰,周末到了,又可以钓鱼啦! 今天的卧料是解冻后的1.5千克Muscle Marker玻璃,加上1.5千克的小鸡饲料,还有一个玉米罐头,还有一袋虾粉 接下来开始绑线,今天还是带了两个杆,第一个杆使用鱼飘,是0.8号的飘加上8B的咬签,加上2.5号的紫线和7号的钩子 第二个是阿波钓,是5B的阿波加上3B的咬签,加上2.5号的紫线和7号的钩子 测底完毕,我把鱼钩距离水底50公分,因为Sniper主要在水底不想钓太多的Sniper,想钓点其他的鱼 阿波突然下沉,第一条鱼上钩 第一条鱼的拉线左冲右突,明显跟Sniper不同,大家猜猜是什么鱼 对了,第一条鱼是Cava,终于上了一条非Sniper种类的鱼 大家注意看阿波,阿波猛然下沉,终于 今天的育儿使用的是蜜汁的线下,特别好用 基本上每次放下去没多久就种鱼 钓鱼不打窝,鱼货不会多,先把窝料打好,吸引鱼过来 注意看阿波,阿波入水,种鱼 上来的是一只Sniper,尺寸不够,放生 阿波再次入水,终于了 在这个位置被小的Sniper骚扰的不要不要的 终于决定换位置,往里面走一下,走到水深一点的区域 在这个位置被小的Sniper骚扰的不要不要的 阿波放进水里,开始下雨,想看一下天气预报,突然 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洛水的鱼竿好像是被缠住了 我使劲地往回拉 它开始慢慢地靠近腹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缠在甘子上的线解开 把那条鱼也拉了上来 上来的是一条大概三十五公里的鱼竿 李宗盛的Sniper力气很大 难怪一下子就把我的甘子拽入水了 紧混之后继续开始做吊 风浪太大 把鱼片摘掉 直接让鱼够入水 类似泉油洞的钓法 结果中鱼了 结果上了一条查外里 这个鱼吃剩鱼片特别好吃 开心 完全发现全石头啊 没有鱼飘 直接感受鱼线松紧度 鱼线被突然拉紧 又中鱼了 凉了一下不够尺寸 直接放生了 直接放生了 猪腹 接约 好 安全 不够尽 冷鱼 可以 了解 吊 好 来 那 我 继续打窝 把鱼吸引过来 打流头 钓流尾 鱼线再次绷紧 终于 风浪开始小了一些 于是把浮片装上去 继续开始做掉 有浮片的话 观察还是更容易一些 大家注意看鱼飘 鱼飘入水 终于 哎呀 上来的又是一条 sniper 天气变暖了 都是小的sniper 继续使用我的秘质夏尔 但这次我把鱼钩距离底下 一米 看看能上什么鱼 大家注意看鱼飘 鱼飘突然入水 大家注意看鱼飘 终于 这条鱼明显不同 竟然还会洗腮 洗腮也没用 鱼钩仍然牢牢地挂住鱼 这时鱼开始急了 使劲拉线 鱼又想钻入腹桥底下 我使劲把它给顶出来 看钻底不成 这条鱼开始左冲又突 这条鱼的力量很大 但是我的杆也不是钙的 我直接用尽全力把鱼给飞上来 上来的是一条超大卡瓦 体长大概在45到48厘米左右 是我在基钓中钓到的最大的卡瓦 这条大鱼之所以没有跑掉 很大原因归功于 我用了日本进口的紫线和鱼钩 大家水如果有相同的需求 可以访问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购买 看浮飘 浮飘下沉 终于 浮飘下沉 上来的是一条大Sniper 有35厘米长 看一看 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渔获 开心